那個中國人 想說是美國去跟他沈蔵台灣 他是故意 現在是我的車裡面 已經說得非常非常清楚 中國是中國 台灣是台灣 中國永遠不可能應有台灣 是根據一百九五年 一百九五年的麻煩教育 五月吹筆 麻煩教育和日本簽以後 我請問人 台灣以前沒有跟日本建政 沒有啊 有建政?沒有啊 為什麼中國能將台灣割給日本 很多國際法來轉交都沒有你現場 原來 台灣如果是中國 香港一部分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就不可能 聽得清楚啊 不可能將台灣割留給日本 因為台灣是中國的市民地 各位 這麵只打破就好了 你要聽得下 所以我要邀請廟報議 在座報議 這個四禮拜的時間 每禮拜拜 七點到九點 你一定要來 我沒有設定 我沒有設定 將你的思想 讓你真相 讓你真相 來瞭解不行 我跟妳說 中國也很要求 有 麻煩教育的第二條 他說什麼 他說 中國台青鐵的結構 將幾個 胡亡謀殺的全島 台灣全島 捕給日本 所以日本人 好歹好歹 他想說 這就叫國際法來 你自己人捕給我 他在玉球 一百九五年 六月七日 派李鳳中 的第二號稱 叫李正方 跟修人的 日本的總督 華山之地 在街人的外面 扮高架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賣賣家 如果高架下去 所有觀眾 拿到 那就是百分之百你的 一樣 但是 普遍 日本人去撕到一堆 根本就是百分之百 像 台青鐵國的土地 就是台灣 為什麼 那個時候 台灣 像 中華 台青鐵國 所關河 的地方 只有六地 那些 漢人 屯肯區 其他 都是 原住民的 不怪 日本 接收以後 要我想 怎麼會在台灣 都市 你自己說 不是漢人 香港 是原住民 為什麼 原住民的希望 這是我的土地 還是什麼人 將我給你賣賣給他 所以 他叫 空 六年 的時候 日本的總統 第五人的總統 開了一個火 叫做 原住民 其實 原文不是什麼原住民 叫做生番 生番的 人格和地位 在研討會 請 學問 美國 住在學問的 人數 叫做李千德 來參考 跟 問說 你知道美國 和那個原住 那個 EDI人 是怎麼道歉的